菅一因为与大门寺的比赛表现太过于惊人 因此被空手道社团的祝波学长给盯上了 祝波学长死活地要跟菅一比试一场 结果祝波毫无疑问地将菅一打个遍体鳞伤 菅一回到梁山坡伤心地哭了起来 秋雨看着菅一又怂又弱 却又不服输的样子 突然深有感触 他感慨万分 今天从明天开始就教菅一拳脚超市 对此阿帕查和马建兴等也都开始期待起来 徒二坚信的正义 就让师父们教你怎么守护吧 对付空手道的方法 毕竟现在没时间从最基础交起了 秋雨让菅一先练习柔道的摔头技 他连夜为菅一做了一个石头假人 让菅一努力将假人摔倒 可是菅一折腾了半天 假人根本纹丝不动 秋雨告诉菅一 你要先想想重心的问题 一般人的重心在肚气眼下方 找到了重心以后 在抓住目标的两端用力一推拉 目标就会很容易地被推倒了 菅一真的呆住了 真这么容易的吗 而在秋雨教学的时候 逆鬼也一直跟在旁边看热闹 第二个师傅马建兴 则教菅一一些简单的中华武术招式 先从攻防一体的技巧交起 马建兴低着身子 踏出奇怪的步伐告诉菅一 受到攻击的时候 千万不要后退躲闪 最有效的反击方式 就是进入对方的范围 由对方不能反击的部位进行攻击 马建兴让梅宇过来帮忙 给菅一做一个示范 于是当梅宇攻向马建兴 马建兴没有躲避 反而迎头撞下了梅宇的胸部 还能顺手掰住了梅宇的膝盖 脑袋360度的循环大转圈 果然是十分犀利的一招啊 犀利的梅宇 直接变态色老头的大喊起来 梅宇追着马建兴玩闹 只留下羡慕至极的菅一 一个人摸索着这超男的转头技巧 幻想着什么时候也能用一下呀 终于轮到阿帕查开始教学了 可菅一跑得比兔子还快 阿帕查明显还是没学会 在战斗当中留守是什么 菅一跟他学习功夫 很可能直接被兴奋的阿帕查杀死呀 可施宇在一边一锁链 就把菅一给抓了回来 菅一只好硬着头皮 胆战心惊地跟阿帕查学习出拳 在菅一跟阿帕查学习的时候 逆鬼依然在旁边看热闹 菅一的进步很快 没过几天 三个师傅交给菅一的入门招式 他就已经掌握了 逆鬼在旁边看得清楚 菅一还挺坚强的 他本以为这懦弱的小鸡崽子 三天都熬不过去 没想到 他居然坚持学了起来 菅一第一次听到 逆鬼的夸奖十分兴奋 可他也觉得有点郁闷 自己还是太笨了 练习了这么多天 也没办法把石头假人 帅气地摔出去 逆鬼让菅一好好看看 你不觉得那个石头假人 看起来怪怪的吗 菅一听了逆鬼的话 才好好审视那个石头假人 一看就发现了 这个假人怎么好像大了点啊 他立即质问秋雨是怎么回事 难道石头假人也会生长发育吗 菅一随后就在仓库里 找到了一大堆石头人 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都有 他们每个都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脸上的表情都分毫不差 菅一明白了 秋雨师傅一定是 每天都在给他换大一号的假人 难怪自己总觉得练习了这么久 还是没进步呢 此时逆鬼也悄悄观察菅一好多天了 今天他终于决定 亲自上场传授菅一一招 因为说过自己不收徒弟 他还费了好大劲 才编出了一个谎言 表示自己今天生日 所以心情好 才打算交菅一两招 这憋脚的谎言 差点把秋雨笑死 好在菅一倒是没觉得异常 他直接又多了一个师傅了 逆鬼问菅一 那个把他打得半死的祝波学长 是空手道哪个流派的呀 菅一一脸懵逼 什么是流派呀 自己哪里知道呀 逆鬼听到这话差点就暴躁了 在看到菅一的弱鸡样后 才无奈表示 那祝波用了哪些招式呢 逆鬼似乎还真有点怕 自己这个弟子飞走了 菅一随后勉强模仿了一下 祝波学长攻击时候的小跳步 好在逆鬼见多识广 他告诉菅一 那个祝波很可能是运动抠手到家 他融入了一些拳击的技巧 搞得空手道动作不伦不类的 所以对付这种人 逆鬼恰好又有一个制胜办法 这让菅一欣喜万分 可他突然想到 如果自己努力修炼了以后 还是无法战胜对手怎么办 逆鬼于是反问菅一 你想学了武功以后变得多强呢 菅一有些不好意思 让逆鬼千万不要笑话他 随后才看下梅宇想了想说 想强到可以保护自己重视的朋友 听到这里 逆鬼哈哈大笑 还是见识太浅了呀菅一 男子汉的梦想不应该是成为世界第一吗 另一边 祝波学长正在不良少年的窝点里 听大姐大训话 大姐大本来觉得菅一可能是个人才 想招揽到手下为己所用 却不料祝波竟看走眼了 菅一根本就是一个走狗屎运的弱鸡 祝波的眼力表现让大姐大很失望 他于是又交给祝波一张照片 上面的人是柔道社的新生 据说很有实力 大姐大让祝波去试试看 如果真是高手就收入麾下 如果还是个半吊子 就直接把他毁了吧 这天放学后 梅宇照常等菅一一起放学回家 听到墙角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梅宇绕过去才发现 祝波学长正在欺负一个一年级的新生 这新生就是传说中的柔道高手 他被祝波踩在脚下各种柔力 梅宇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冲上前推开祝波 就想把新生带到医务室去 祝波一看梅宇似乎也是个恋家子 就手痒的非要跟梅宇动手 但这个时候 菅一突然出现了 他依然挡在梅宇的前面 表示绝不会让祝波对梅宇动手 梅宇让菅一退下 但菅一却没有让步 虽然菅一的身体 现在还记得祝波拳头有多厉害 也知道自己不是祝波的对手 但自己可是男人啊 他绝不容许自己站在梅宇的身后 眼看菅一如此表现 祝波也只好再给他点颜色看看了 祝波随即再次跳下来 此时菅一内心紧张不已 好在菅一还记得逆鬼教过他的话 对待强者的时候不要惊慌 脑子里只需要想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在第一击就打中他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 说实迟那时快 祝波已经朝着菅一冲过来了 没想到菅一也立刻壮着胆子挥拳迎了过去 他的左拳直击祝波面门 却被祝波轻松拦下 可祝波没想到 菅一全部的力量都在右拳上 而菅一的右拳正好击中祝波的肚子 这一招是逆鬼教他的对敌秘诀 名叫山兔 人总是特别害怕面部受到攻击 总会本能地保护头部 所以菅一左手的攻击只是虚晃一招 真正的重击其实是在右手上 正规空手道比赛上 这一招已经被禁止 可现在是打架 所以百无禁忌 主播这空手道高手就这样被阴了一招 疼得他只想暴度打滚 缓过来后他立即恼羞成怒 抬脚就想踢死菅一 但菅一顺势就使用马剑星教他的招式 直接低头抱着他的腿就顺势顶了过去 差点还把主播的腿掰断了 幸好菅一发现后主动松开了手 而当主播重拳再次洗来 菅一突然就发现 这拳速太慢了 跟阿帕查比起来 简直啥都不是 因为主播用力过猛 菅一随后直接就利用邱羽 交给他的过肩摔 一下子就将主播摔倒在地 菅一脸上洋溢着自气 还好主播人没事啊 不过第二天菅一回到学校 就发现同学们都躲着他 菅一正纳闷的时候 就看到新岛正在满学校发小报 到处宣传菅一一秒 打败了主播学长的事情 菅一吓坏了 新岛真是生怕自己活得太舒坦 所以拼命为自己树敌嘛 现在新岛似乎已经转了性子 他告诉菅一 他在学校的排名已经提升 还大言不惨地表示 自己是菅一最好的朋友 也已经知道 菅一在某道馆秘密休想的事 神通广大的新岛用两碗凉粉 就从梅宇那套出了菅一的秘密 让菅一也是不得不服 这时候几个不良少年走了过来 新岛赶紧让菅一躲在后面 这几个人是诸神黄昏的成员 为首的蓝毛一边走 一边对小弟说 要把那个白兵菅一带回去 交给大姐大纪沙罗处置 主播这个废物 真是太丢他们的脸了 随后黄毛一个刺拳 就将新岛的宣传单打得稀碎 把菅一人都吓傻了 在他们走后 新岛看着菅一哆哆嗦嗦的样子 还不忘补刀 谁像你最近这么张扬呢 他说诸神黄昏是学校这边 最大的一个不良帮派 如果他们盯上菅一了 搞不好连住址都已经知道 菅一是插尺难逃了呀 于是之后 菅一的校园生活 果然就过得跟老鼠一样 不良少年们天天在菅一的学校出没 菅一吓得四处逃窜 更加让他郁闷的是 现在新岛还到处宣传 他是学校最厉害 最凶神恶煞的学生 这让他在学校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白天 菅一在学校被新岛虐心 晚上回到梁山坡 还要被师父们虐身 师父们听说菅一被诸神黄昏定神了 对菅一的教导就更加尽心尽力 其实师父们也知道 菅一展露锋芒后 肯定是会吸引来无数小混混的 因此 阿爸查教学呢 是更加地把徒弟往死里教 要不是菅一八字硬身体好 又有主角光环 估计早就去阎王那里喝茶了 好在逆鬼则温柔得多 他不光教导菅一招式 还教导菅一武学精神 他告诉菅一 只要心生恐惧的时候就去打木桩 当心生不安的时候 也要去打木桩 当产生信心的时候 还要去打木桩 因为只有练习不会背叛人呢 不过这里也想说呀 这木桩咋就这么命苦呢 逆鬼告诉菅一 其实武术练习的不仅仅是对战技巧 更是锻炼舞者的内心 当你对战的时候感到紧张害怕 不要完命握紧拳头 而是应该把拳头轻轻扣着 然后像鞭子一样猛地挥出 对着敌人的鼻子或者下巴打过去就行 逆鬼一边说 一边顺手打碎了一个酒瓶子 菅一看傻眼了 要是我把人家下巴打碎了可咋整 逆鬼表示 你要真有那一天 我做梦都要笑醒了 虽然师父们都在拼命安定菅一的内心 可菅一还是十分紧张害怕 心有顾忌的话 是无法练好武功的 师父们凑在一起 商量如何帮菅一调整心态 于是当菅一总想和梅宇腻在一起后 这天 师父们就主动给菅一放了一天假 让他周末跟梅宇出去约会看电影 师父们还提供电影票 菅一乐得像一个缺心眼 丝毫没怀疑这有可能是陷阱 终于到了星期天 菅一跟梅宇乘电车打算去电影院 这竟是梅宇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他兴奋得满眼都是小星星 让菅一还有点抑郁 他还以为梅宇一路的兴奋是因为自己呢 而突然间菅一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回头果然发现了星岛正在后面看着他们 菅一于是立即拉着梅宇 在目的地的前一站匆忙下车 将星岛留在列车上 这一下总算没有讨厌的人尾随了 菅一跟梅宇溜溜答答直奔电影院 谁料星岛这小子竟然猜到 菅一和梅宇是来看电影的 索性就在电影院门口守住带兔 菅一只好跟梅宇商量 要不咱俩别去看电影了 请你吃饭好不好 梅宇也是十分乖巧 跟着菅一去了快餐店 结果菅一发现 梅宇不光没去过电影院 就连快餐店这也是第一次来 这让菅一大为心疼 想到梅宇平时过的日子实在太辛苦 他就决定今天要带着梅宇出去好好玩一天 于是他们去街边看杂耍 去电玩城打拳击 去路边撸野猫 去游乐场做旋转木马 这一天梅宇玩得十分尽兴 可是他还是有一个心愿 就是想去看一场电影 菅一真的不忍心让梅宇带着遗憾回家 只好硬着头皮跟梅宇来到电影院门前 结果他惊奇地发现 心导居然没在电影院门口站着 难道他已经等得不耐烦离开了吗 然而下一秒 菅一就发现 心导其实正在被不良少年们按在地上走 因为宣传自己是菅一最好的朋友 不良少年们就踩着心导的脑袋 问他菅一在哪里 但心导也不知道呀 他要是知道 就不会在这里守住带兔了 梅宇想冲出去救心导 可菅一太讨厌心导了 他一点也不想跟这个变态的外星人扯上关系 梅宇一时问他 难道心导不是朋友吗 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 菅一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视野 他想成为一个除暴安良的大英雄 这是他学武术的初衷啊 所以最后尽管菅一怕得脚都发抖了 他还是咬着牙站在了那些混混面前 脑子里不断重复着 逆鬼师父的对战法则 但搞笑的是 他的攻击最后只给混混头子挠了下痒痒 好在梅宇同时出手 瞬间就把所有的混混全部放倒了 梅宇称赞菅一干得不错 让菅一自己都尴尬地笑了 而这时 活过来的心导立即神器活现起来 对着地上的混混们 大肆吹捧着好友菅一的实力 什么柔道空手道 中国功夫全都精通 其实这些诸神黄昏的混混们 之所以知道菅一和梅宇要来这边 就是马建兴透露的 没想到内鬼就在身边 菅一怒气冲冲地回去找马建兴算账 却不了这幕后的主谋 竟然还有逆鬼和秋雨 他们觉得与其让菅一 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诸神黄昏 不如让菅一真跟他们打一场 以便好好锻炼一下胆量 这也算是一种爱的鞭策吧 反正敌人也会一波一波来的 梅宇也劝菅一安心 毕竟男人出门 就会碰到七个敌人呢 菅一都哭了 自己才不想要这样的爱呀 才不想碰到敌人呢 现在我已经彻底 跟诸神黄昏接梁子了 你们想让我被混混打死吗 而这时候 许久未露面的 风铃寺老爷子出现了 在知道菅一的情况后 菅一问老爷子 难道就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吗 长老告诉菅一别做猛了 战斗一旦开始 就别想从里面抽身出来 所以为了不被打死 菅一只能加倍努力训练 毕竟男人出门 就会碰到一千个敌人呢 自己曾经也被人欺负过 但最后都是百倍奉还 直到变成了老头子 这下什么也不用说了 菅一根本没得选择呀 面对诸神黄昏即将到来的报复 为了活命 菅一决定要加倍努力地修行 他跟父母说 以后周六周日 他就住在道馆不回来了 菅一爸爸听到这个消息 感觉天都塌了 乖乖好儿子 现在竟然连家都不想回 一定是被那个道馆的人 给洗脑了呀 菅一爸爸拿出猎枪 就决定去道馆看个究竟 连公司的班都不想上 可没出门 就被菅一妈妈打晕了 妈妈随后拜托菅一妹妹穗香 去道馆看看 还特地给穗香准备了伴手礼 叮嘱她这次去道馆 一定不要失了礼数 但碎香的性格可是随爸爸的 他才没觉得道馆里是好人 哥哥一定是被骗了 此时菅一正在凉山坡当小白鼠 秋雨又发明了新的练功机器 他将菅一以一种 十分羞耻的姿势捆在机器上 帮菅一拉筋来提升柔韧度 有了柔韧以后 就能将无数动作 做得更加得心应手了 秋雨让梅宇去操纵拉筋机 然后菅一的惨叫声 就传遍了整个凉山坡 菅一是真的很想放弃 可是每一次拉升 菅一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梅宇大欧派的压迫 这让他又兴奋到不行 所以菅一就只能这样 痛并快乐着 对此马建兴倒是相当地理解的 而这一切 刚好又被躲在院子外 偷窥的碎香看得清清楚楚 这帮人居然强迫哥哥 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还害得哥哥叫得这么惨 实在是太过分了 碎香大吼一声挺身而出 梅宇正全身灌注帮菅一拉筋 被碎香一声大吼吓了一跳 身体往前一滑 就彻底压在了菅一身上 这下菅一可痛快了 大腿直接被掰成了 180度横叉 骨头被掰得脱臼了 秋宇赶紧过来 一脚踢在菅一脚上 结果脱臼的腿骨 居然神奇地治好了 秋宇说 自己其实也在经营一家接骨院 治疗跌打损伤什么的是行家 马建兴则是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什么疑难杂症都难不倒他 所以以后无论菅一伤成什么样 他俩都能妙手回春 菅一脸都黑了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师父们总是肆无忌惮地 把自己往死里折腾了 原来自己背后还有医疗保障啊 但碎香正是急眼了 他拉着菅一就要回家 哥 咱不在这里受欺负了 然而菅一才不想走呢 梅宇随后走过来 十分好奇地问菅一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是谁啊 而碎香一看到梅宇 眼睛就直了 漂亮的脸和凹凸有质的身材 天呐 哥哥不是被洗脑了 哥哥这是中了美人计了呀 听到碎香的声音 马建兴 腻鬼和阿把茶也纷纷过来 围着碎香看个不停 碎香吓了一跳 赶紧把妈妈的礼物塞给梅宇 然后扭头就跑了 梅宇意犹未尽地看着碎香的背影 有个可爱的妹妹真幸福呀 于是菅一很好奇地问梅宇 你没有兄弟姐妹吗 对了 你的父母都在哪呢 梅宇突然有些黯然 自己父母早亡 爷爷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梅宇随后就找了个借口离开 师父们见此都戏弄起菅一 你个没心肝的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他们告诉菅一 其实梅宇的双亲 在她祭世以前就去世了 梅宇小时候整天跟着长老学武功 祖孙俩一起周游全国 行侠仗义 所以梅宇的功夫好 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天才 都是真刀真枪辛苦打出来的 菅一顿时觉得梅宇的形象 又高大又可怜 真是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姑娘呀 当天晚上 菅一第一次在梁山坡吃饭 就尝到了梅宇的手艺 只不过在梁山坡吃饭 也是一种修行 菅一忽视忽地不彻底 因此几乎没吃一口 饭菜就全被师父们抢走了 晚上菅一饿着肚子 一个人睡在道场相当难过 她本来以为自己 有机会跟梅宇多亲近亲近呢 菅一胡思乱想 饿得睡不着 就突然发现梅宇在外面 悄悄冲她挥手 菅一就这样一步步地 就被勾引着爬上了屋顶 梅宇的面前 正摆放着一份精致的便当 是秋雨吩咐梅宇 特地给菅一准备的 秋雨怕菅一晚上吃不饱 明天没精神修炼 所以师父们 虽然平时玩闹得有些过分 但他们都是很好 很善良的人 都在默默地关心着菅一啊 菅一一边吃 一边跟梅宇聊天 聊到彼此的理想 菅一说 自己的理想是当一名小说家 那梅宇的理想是什么呢 梅宇脸红了不肯说 结果这时 石雨的声音 突然从两人背后出现 石雨拿着梅宇初中的作文 就开始念 我的理想 是当一个很幸福的新娘子 梅宇当场射死 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夜晚 拉近了她与梅宇之间的距离 梅宇告诉菅一 她要永远都跟菅一做好朋友 一直做好朋友 于是菅一原本兴奋的心 突然流泪了 这时在委婉地说 梅宇希望成为恋人吗 菅一心塞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